我想提起高尔夫这几个字 电视机前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会首先想到 这是一项高大上的贵族运动 为啥呢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到高尔夫球场上你要办一张这个护员卡 或者什么终身会员的或者年卡 费用很高 就平平常常打一场 恐怕也得是上千块钱 有的几千块钱 要赶上打折几百块钱 那是减着了 所以这项运动的确实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 渴望不可及 那么是不是这项运动在世界范围都这样呢 有人说国外高尔夫也是贵族运动 不对 外国叫绅士运动 高尔夫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来自荷兰语 它的本意是呢 在绿地和新鲜氧气中的美好生活 你听着就有那么高大上的一种高品质 还很诗情画意 它的起源呢 是苏格兰的牧羊人的放羊的时候 手里拿着这个赶羊的木棍子 然后放羊的过程当中很无聊 说咱们玩会什么呢 拿着木棍打地上的石头 看谁能把这石头子击打得又远又准 这运动是从这上起源的 后来在西方很多国家风行开以后呢 由于是在青山绿水 在这个过程当中打 就感觉和大自然有亲密接触 所以在国外有人管高尔夫 叫绿色哑片 意思是你到这晚上在青山绿水之间 你就容易上瘾 那么这个运动在西方早已经实现了平民化 你像美国有两万多个高尔夫球场 当然迷你高尔夫练习场都包括在内 它已经实现平民化 就普通老百姓家家里背一副高尔夫球杆 很正常的事 没事就到公园里边 小高尔夫球场打上几杆 很正常 但是这项运动进入中国 就从来没有平民化过 你看他到中国来之后呢 有一个显著特点 为什么收费高呢 因为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建设 求大求全 并不是说从练习场 迷你高尔夫球场 不是从这上起家 往往一见 动辄就是从18栋开始 我们都是一个18栋的标准高尔夫球场 占地可能要达到1000目以上 而我们全国各地 别说18栋的 27栋的 36栋的 乃至54栋的高尔夫球场 很多 规模大的吓人 那么这么大一个高尔夫球场 你要到里边去活动 他从投资各个角度来讲 收费必然的高 你看有人统计过 说中国现在的高尔夫球场 平均的这个 护员费啊 应该是5万3000美金左右 比那个欧洲 那些国家 费用都高出4到5倍 因为欧洲呢 有一个统计数字说 欧洲大多数国家呢 高尔夫球的这个 护员费啊 大概是1万欧元左右 那等于咱们人民币十来万 你等5万3000美金是多少呢 相继快40万了 所以这个收费是非常昂贵的 价格的话 一基民的话 146万3000 两基民的话是200 再加一个 就是200 那你们少价了 少了 两基民是多少 298万3000 所以对于中国人 大多数人来讲 那高尔夫当然就是 不折不扣的贵族运动 那么贵族运动 照理说 你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 绝对高档的大酒楼 绝对高档的遇到场所 它不应该是大家铺天开地的 投资 因为你消费市场有限 就那么点富裕阶层 高尔夫球场雨后春损一般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那么现在中国 到底有多少高尔夫球场呢 北京有统计就132家 而河北呢 也有100家左右的高尔夫球场 你把这两地用挪一块 就200多家了 说它增长这么快 说市场人愿意投资 很奇怪的是呢 在2004年之前 全国就170多家高尔夫球场 在2004年之后呢 到现在 即使按照官方统计数字 那也得是增加了400多家 现在600多家了 600减170 还有400多家 那么新增加这400多家 没有一家是经过正规审秘成立 也就是说全部是违规建设 有人说这可奇了怪了 怎么能说违规呢 这是因为2004年的时候 国家发改委 针对高尔夫球场 占地面积太大 圈地太多的情况 出台了一个呢 叫关于暂停新建 高尔夫球场的通知 就是2004年以后 国家发改委 再没有正式批准 高尔夫球场建设 一家都没批 所以后增加这400多家 全部是违规建设 有人说这不可能吧 你发改委不批 他怎么敢建呢 再说高尔夫球不像别的 他这场地占地太大了 我刚才说18栋的 那基本栋的1000模网上 这么大面积用地 你不经过审批 这怎么可能呢 何况我们国家的 土地管理法里边 明确规定 就基本农天以外的耕地 你要如果占用35公顷以上 或者普通其他的用地 占据70公顷以上 只要你用地用的这些 必须是国务院给你审批 也就是说这个权力地方 省一级都没有权力审批 那多出这400多家高尔夫球场 是靠什么把这地拿下来的呢 这里头就有猫腻了